除了天灯这个事件本身之外 也要周边的配套措施或是观光景点很有吸引力 才能够成为一个很棒的观光旅游 我们看看平溪天灯被选为世界第二大节庆嘉年华 但是除了天灯之外 平溪还有什么值得观光的地方呢 你可能会记得十分大瀑布 充满怀旧气氛的平溪老街 金桶老街 都是短短的两三百公尺 但是现在你走去看的话 大部分就是卖卖纪念品跟一般的小吃 除了老街之外 还找得到其他东西吗 我们实际走一趟 台铁的北线平溪支线 推出了一日抽邮券 只要五十四块钱 您就可以到十分 平溪还有金桶去玩 民国初年兴建 入选台湾历史白景的金桶车站 外头就是充满怀旧气氛的老街 但只有短短两三百公尺长的街上 除了卖经验品就只有小吃 而且一半以上的店家 平日都没有营业 我们开玩笑 我们周休五日 怎么说 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人比较少 很无聊 怎么说 没有什么可以 搭配的比较少 好像没什么 可以逛的 我们逛完金桶想要去下一站 没想到错过了上一班火车 这一看居然还要再等一个小时 好不容易火车终于来了 但是沿路的风景不是山壁 就是杂草实在不怎么样 还好只要五分钟的车程就能到平溪 到这里一定要放展天灯 祈福一下 只是除了天灯之外 好像也没什么特殊景点 接下来我们想要到十分去看壮观的瀑布美景 没想到却有人告诉我们 如果在十分下车的话 得沿着铁轨走上好长一段路 往前直走 差不多走十八分钟至二十分钟 脚力好一点的走十八分钟 如果您还带着小孩 恐怕要走上半个小时 就算在下一站大滑站下车 走到瀑布也要二十分钟 而且路标指引不明确 不少人干脆沿着铁轨走 超危险 恐怕这一路玩下来 觉得值回票价的人不会太多 年代新闻大道 南徐六哲伟